咱们百姓府里都有自己的主子 紫禁城里也是一样 不过正经主子只有三位 太后 皇上和皇后 其余的嫔妃都只能称作小主 这是不能错了嫡恕尊卑的规矩的 好比华妃娘娘 再得圣宠也只能称作华小主 放尊敬了说 叫一声华妃娘娘 娘娘 不错 可是娘娘这两个字 也不是轻易能担当地起的 那得是义宫的主位 还得是贫位之上才行 成了主位才能居主殿 掌管义宫事宜 主位都是有定数的 不过贵人常在和答应 可以要多少就多少 那我是罪末的答应了 错了 答应不是罪末的 罪末的一等是官女子 我只听说外头有九品芝麻官 原来宫里还有九品芝麻小主 什么是官女子 官女子实际上和宫女差不多 不过是能伺候皇上过月的宫女 如果皇上喜欢就可奉为答应 组织宫女进风是要一级一级来的 是不能越级进风的 娘娘 奴才给您请安 起来吧 谢娘娘 娘娘 皇后那边拟好了新进风小主们所住的宫院 让奴才念给娘娘听 娘娘若觉得不妥再改 说吧 满军郑白旗复查贵人驻颜禧宫 蒙军湘红旗博尔基特贵人驻中翠宫 汉军湘红旗沈贵人驻贤福宫 汉军郑南旗晚常在驻城前宫 等等 晚常在 是 大理寺少卿真远道的长女 这次入宫的小主里头就给她赐了封号 只是位分不高 是选秀时能说会道的那个吗 是 娘娘圣名 这承前宫可是皇上分给她的 皇上不管这个 都是皇后娘娘定的 承前宫可是个好地方 又宽敞华丽 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 皇后到冠会讨皇上喜欢的 皇上再一句好 她就忙不迭地跑上去 任老朱皇就想着安排年轻的后者 让他住承前宫 想让他读成乾坤恩怒了 再说说咱们当今的皇上吧 皇上是先帝爷的第四子 早年封为雍亲王 在王府成的婚 娶的是当今太后的表侄女 乌拉娜拉氏 福尽温柔贤雅 深得人心 又与皇上恩爱非常 不过 大婚后三年 福尽难产离世 连刚出生的小阿哥 也没能保住 皇上至今都十分伤心 追逝服尽为淳源皇后 可见咱们皇上常情 那现在的皇后 听说当今的皇后是庶出 有福之人是不分敌数的 皇后娘娘人品贵重 慕仪天下 奴婢失言了 皇后娘娘是淳源皇后的亲妹妹 当时太后赐她为侧福尽 淳源皇后过世 侧福尽既立为福尽 皇上对她倒是十分的敬重 其他修赏好的宫事还有吗 有是有 从前方贵人住的岁玉轩 地方大还干净雅致 就是偏了点 远了点 小了点 何止小啊 还有一个救济台子搭在那呢 要不是因为先帝嫌那天气远 也不会把岁玉轩打开给那些不得宠的嫔妃住啊 而且地方还不吉利 不吉利 不就是方贵人小产坡又被打入冷宫了 有什么可忌讳的 让她住进去 搞不起还能像方贵人似的怀上龙主 那皇后还不更高兴啊 是 所以宣还有谁住着 空着呢 去收拾收拾 准备迎代为晚常再住进去吧 对了 那个下室呢 就是皇上随手艺指数有趣的那个 是呢 后来因为她父亲高位颇高 皇后就求皇上也给了她常载的位分 照你这意思 皇后有意抬举的 这也说不准 把本宫留意着 她们是不是皇后那边人 打发她去跟傅茶会人住吧 本宫瞧她还能发痕 可我听说宫里最得宠的 是华妃娘娘 不错 华妃娘娘是年大将军的亲妹妹 在王府的时候就是专房之宠 既然华妃娘娘胜宠 那为何还不是贵妃或者是皇贵妃呢 这就是农必要说的了 因为华妃娘娘无子嗣 那华妃娘娘无一子伴女已是非位 所以说是圣宠啊 当然这不是最要紧的 最要紧的还是子嗣 实在没有皇子 公主也好 否则一辈子无所依靠 当然了 华妃娘娘年轻体贱 又得皇上圣宠 自然是会有生养的 我听闻华妃娘娘 倾国倾城 汉军旗的翘楚 莫说汉军旗 就是满满八旗都放在一块 都不及华妃娘娘奉礼一万千 所以宠冠六宫 李白说过 以色氏他人 能得几十好 娘娘 华妃在晚常在的住处 换取了穗玉萱 可怜的丫头了 那地方可偏僻呢 又简陋得很 原只是个听戏的地方 从前方贵人住的 华妃未免也太拔护了 说换就换 也不跟娘娘您商量一声 华妃那个性子 你第一天才知道吗 皇室喜欢的 就是她那样 又有一根白头发了 皇上今天翻了谁的牌子呀 皇上今儿朝政多 已经在养心殿歇息下了 怕是还没睡呢 也好 婉成再是皇上忠义的人 既然那个地方很冷屁 就送些桂花过去 帮她天天贵气吧 娘娘放心 奴婢会举办好的 嗯 哎 嗯 嗯 嗯